东南亚两国或将加入金砖组织大家庭 含金量直线上升 印度是越来越尴尬了 大家好 金砖组织或将再次扩容 越南泰国都先后表态了 咱们能否推动东南亚金砖浪潮呢 俄罗斯媒体此前消息报道说 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正在积极推进越南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短短一个月之后呢 泰国内阁也批准了加入金砖国家的异项草案 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成功的加入金砖组织 那对我们中国来说绝对是今年最好的消息之一啊 越南和我国的关系呢比较复杂 但是整体呢还是不错的 承接了中国产业转移的越南 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异常迅猛 这也为越南政府在国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但是机遇和风险总是并存的 去年呢越南就差点掉进了美国的甜蜜陷阱 好在它及时补救 越南并没有因此损失惨重 也是因为拜登政府这一轮政治操弄 败光了越南对美国的最后一次好感 促使越南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寻求加入金砖组织的国家 而泰国呢则是第二个官宣要推动加入金砖的东南亚国家 这一点倒是让人有些意外 有不少人猜测和中国关系较为亲密的柬埔寨 会紧随越南之后寻求加入金砖组织 却没想到泰国对金砖的兴趣也如此之大 这其实呢也并不是令人意外 中美博弈推动着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的秩序呢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这不仅是中国的机会 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 包括部分发达国家的机会 泰国的实力呢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里并不算弱 在国际上呢也不是污名之辈 起码美国对泰国有特别的关照有加 数次施压泰国 要泰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恐怕也正是美国这种冷战的思维 促使泰国寻求强有力的外部力量 用以对抗美国霸权的压力 所以泰国也在寻求加入金砖组织 而越南和泰国如果能够加入金砖组织 那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这两国和我国都是邻国 加强商贸往来 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市场和商品 如果中国新能源汽车 能够在泰国击败日汽车 那我国拿下整个东南亚市场 则指日可待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或许就是获胜的契机 我们再往深处想 越南和泰国的先后加入 说不定可以对其他东南亚国家 产生一定影响 据俄罗斯的调查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马来西亚等国 都还处于观望阶段 如果越南和泰国在加入金砖后 获得了发展机会 说不定那些观望的东南亚国家 也会动心死的 但是恐怕并不是所有金砖成员国 都期待着越南和泰国加入金砖组织的 印度这个异类 说不定还要在关键时刻 给这件事使绊子 原因无他 一旦越南和泰国加入 那印度可能会成为整个金砖里头 最尴尬的那个国家了 俄罗斯 沙特等国能够提供石油和天然气 南非 越南等国可以提供原材料 巴西 泰国等国可以提供大量农作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可以为所有的金砖国家提供产品 那都不是难事 那印度它能干什么呢 它一没有产品 二没有市场 只剩下了充当美国在金砖里的嚼屎棍了 最近几年 关于把印度提出金砖的呼声是越来越大 但是我想说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多边合作机制 印度它如果没有合作价值 那也只能当个边缘人物 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 印度它即使是金砖国家创始国之一 恐怕也会逐渐被远远化的 无缘金砖核心决策圈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